大家好,我们是商业数据分析第十二组 我们今天将要用塔放资料来制作变数以及分割资料用来建立模型 再来将顾客分群后计算出他们的回购几率、购买金额与顾客终身价值 并对三种不同的顾客族群提出行销办法 最后呈现出经过我们行销后的预期成效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以下是我们的大纲 首先是公司简介 我们的公司名称为风好康超市 好风好康风好康 我们是来自南港区的一间量饭店 主要营业据点在图上的几个区域 在我们仔细研究顾客资料后 发现我们的主要客群在34至54岁之间 为了巩固我们的主要客群并且开发新的客群 我们决定利用现有资料来建立模型 用来预测顾客是否来购买 以及他们的预计购买金额 那首先便是由塔放资料集理制作变数与分割资料 建立出模型1与模型2后 将顾客进行分群 然后我们便发现 我们的主要顾客可以分成7群 在经过内部讨论后 我们将会对画面上第三群、第五群以及第七群来做行销 第三群的购买次数 平均消费单价与总金额都是较平均高上不少的 因此我们将其命名为我们的忠实顾客 第五群的平均消费单价虽较高 因此我们将这个族群命名为好邻居族群 是因为地利之变因此常来此消费的顾客 那在经过计算后 发现好邻居族群的回购几率与顾客终身价值是最高的 那购买金额则是忠实顾客最高 至于Family族群的回购几率与顾客价值均较低 我们将会推出两种行销工具 分别为会员制以及满额折底 会员制共有三种 根据累积消费金额来达到不同的会员等级 用以获取不同的优惠 同时我们也会有满额赠礼的活动 用来巩固我们现有的顾客 而满额现金折底则是增加不常来的族群 前来购买的几率 消费越高折扣越多 有优惠才会吸引顾客前来购买 接下来便是两种行销工具 对不同族群的效果分析 再来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族群 给予不同的行销方案 首先是忠实顾客 对于忠实顾客来说 他们的购买次数较为频繁 但每次消费金额不高 因此满额折底的吸引力 对他们来说并不高 会员制这种以累积消费金额 给予回馈的制度 才能让他们更常来购买 因此我们粉红色的会员制 M1将会设在0.23 相较于青绿色的满额折底 之M2为0.2还来得高 B1设置在35 A1设置在30 相较于B2的45 与A2的50都来得小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会员制的成本效益函数 会较满额折底的成本效益函数 来得靠左一点 意味着我们不需花太多的成本 便能达到较好的行销效果 而在成本有限的情况下 会员制的目标人数也会大于满额折底的目标人数 再来则是好邻居族群 好邻居的购买次数为三者中最大 因此即使单次购买价格较低 长期下来还是可以累积不错的营业额 会员制的吸引程度对他们来说较大 但不会较忠实顾客来得大 M1设置在0.2 B1与A1则是设在25与40 至于M2设在0.18与会员制相差不大 B2与A2设在20与60 在三个族群中均为中间值 出来后的结果可以发现成本效益的结果相差不大 会员制的效益要较好一些 同时目标人数也无明显差异 最后则是Family族群 Family族群因为时间地缘等种种缘故较不常来光顾本店 因此会员制对他们的吸引力 不会比满额现金折底来得大 一次都买很多的他们 能够每次折底一点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我们将M1定为0.16 B1定为15均为三个族群中最低 A1则是定为50为三个族群中最宽 M2的部分我们认为他们的最大值会是三个族群中最高 因此定为0.25 由于使用人数最多 B2也最大设为50 A2则是设为30 如此一来便可以发现不论是最高值或是上升波段 均为满额折底最高 成本效益也会较大 但会员制的目标人数会较满额折底较为稳定 接下来则是同个行销工具对不同族群的比较 首先是会员制 忠实顾客的M使用率与B成本的部分都是大于好邻居族群与Family族群 至于A敏感宽度则是Family最宽 因为他们需要较大的成本才能增加效果 然后则是满额折底的部分 可以发现Family族群在M、B两个变数都是最大的 可以说这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行销方案 接下来回我们的预期成效 首先是忠实顾客族群 在成本是45的情况下 会员制有着最高的预期收益49,000 顾客人数为1436 虽然预期收益与顾客人数较低 但稳定度是忠实顾客族群最大的优势 而好邻居族群在成本为35时 最高预期收益为98,000 而顾客人数是6,885 可见好邻居族群正如我们所计算的 回购几率与顾客终身价值均为最高 最后则是Family族群 在成本等于60时 有着最高预期收益57,000 顾客人数为3034 在顾客人数上有着明显的增长 但行销成本也较高 最后一页则是综合比较 在推出两种行销方案后 我们的预期收益与顾客人数 将会有显著的成长 那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前来风好康超市消费 好风好康风好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